正在建造的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又有新进展 本月24号又显尾部升降机后面的外漂分段安装完毕 26号舰首部位倒数第四个分段也已经完成安装 长度数百米的庞大舰体清晰呈现出厚屏前翘的样式 世界建造航母这种大型的作战平台 基本上采取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传统的铺龙骨 然后逐步的把船体舰建起来 下水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分成几个大的模块 然后把它合龙分段建造 这样速度比较快 中国而是翻成了更多的模块 所以我认为我们国家的航空母舰 基本上是与世界上建造这种大型的平台 采用的方法是一致的 此外 近日美国大众科学杂志官方网站报道 中国新航母安装滑越起飞段 并称中国新航母的滑越起飞段 将很快被焊接到主甲板上 2016年年初以来 中国新航母已经安装了多个模块 包括甲板下的机库和升降机等 报道据此推测 这艘航母将在2017年下水 我们和英国一样 它是采取一种滑越起飞 所以它要加载这个滑越的甲板 一旦加载了滑越甲板之后 它这艘建的甲板以下的部位 整个的船体就建成了 这个离下水就不远了 同时还有美媒称中国已经在进行舰载机电磁弹射系统的测试 一旦测试成功 中国未来航母将是一支非常强大的作战力量 使用电磁弹射基础 固定翼预警机可在航母上起降 将大大提高航母的作战性能 2015年12月31日 中国国防部证实中国正在建造第二艘航母 并且透露 这艘航母完全由中国自主开展设计 在大连进行建造 排水量约5万吨级 采用常规动力装置 搭载国产歼15飞机和其他型号舰载机 固定翼飞机采用滑越起飞方式 舰上将配有满足任务需要的各型设备 在3月31号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 针对由网络流传的照片显示 中国首艘国产航母的主舰体部分 已经接近完工 离下水的日子不远了 新闻发言人回应称 目前该舰正处于建造过程当中 后续工作要根据建造情况来确定